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一场电竞,多种期待。王一博观赛,粉丝表示只为你而来。 明星玩游戏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了。有的实力并不比业余选手玩的差。想一想,也的确如此。一人平常工作压力还是蛮大的。长时间劳累的一线工作,会让自己的精神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。例如演戏、录制节目时,工作时长都不短。为了缓解精神上的压力,通过有效的途径去释放是个很好的方式。而游戏就是这么一种有效的方式。 他不需要搭配什么复杂的场景,也不要多人去辅助配合,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这种释放。是不是很完美?所以对于一人游戏的水平,应该大都是不差的。除非不爱有一位男艺人,他热爱运动,喜欢机车,当然也喜欢游戏。他是王一博,某平台一款游戏为此还请他做了代言。除了金钱上的响应之外,如果不是热爱,想必不会如此吧。 今晚就有一款游戏将要上演一场电竞平台的巅峰对决,而作为一名游戏爱好者的王一博,便受邀进行了观战。 对于广大游戏粉丝来说,这是个开心的事情。 因为能和自己的偶像一同观看这场电竞直播,而且又有相同的兴趣爱好,这比让自己亲自参赛还要让人兴奋。 当然了王一博虽然不能下场参赛,但是作为嘉宾参与观战讨论,还是很有可能的。 那么这次王一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?晚上八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